清明祭祖十大禁祭!七种水果不要拜,三种人别扫墓。 清明扫墓禁祭值多少? 清明扫墓禁祭! 1. 水果禁忌 不可用来祭拜往生者的水果。 2. 香蕉,离子,离子,凤梨,椒,李,离,往来,用台语奠起来像是招你来往,被视为忌讳。 2. 整串的水果如葡萄,荔枝,龙眼,民间喜俗被认为是死整串的忌讳,象征一整串的不强到来。 空心的水果如莲雾,内心中空,被认为代表无心祭拜大不敬。 2. 不能照相 3. 扫墓祭祀祖宗,最好还是专心谨慎,若在墓地随意照相,合影。 3. 可能引来不好的气场,以民俗说法而言,阴阳不相合会损害运势,尤其别让别人家的祖先、排位、墓碑等也入境,以免侵犯而犯了大忌。 3. 万一一定需要拍照,例如墓碑要拍下来做他图,拍之前一定要先在墓碑前告知祖先。 3. 言语禁忌 5. 那股塔记组,小心别碰到别人的塔位。 5. 那股塔记组,小心别碰到别人的塔位。 6. 当然,在扫墓祭祖的现场,绝对禁止习笑怒骂,大声喧哗,非一千人或随处便逆,尤其千万避免言语不礼貌或挑衅,民俗上容易被跟、被馋、中邪。 6. 扫墓祭祖的现场,绝对禁止习笑怒。 7. 扫墓祭祖的现场,绝对禁止习笑怒。 7. 扫墓祕妖,书宁替代。 8. 扫墓祭祖,招呼仙人则最好称谓加上姓名,比较明确。 5. 继穿的衣物 扫墓祭拜时,尽量选足低彩度、低明度服装 切记穿红色衣等色彩鲜艳的衣裤,尤其是裤子 精神饱满,整齐清洁最重要 6. 继彩凸起的土堆,石块、砖块 扫墓是饮水思源的好习俗,尊重自己祖先,也要尊重他人祖先 有时虽然没有碑,但可能是墓 7. 以前婴幼儿未取名就去世,可能会用砖块、石块代替墓碑,要小心不要乱踩、乱踢 8. 还有踩人金炉、墓碑等都是非常不礼貌的行为 8. 当天别买鞋 8. 扫墓当天尽量不买鞋子,其实是取字鞋的鞋音铜鞋 8. 还有回到家后,鞋头方向要转向屋外,民俗说法称鞋头朝内会把鞋器带进家 9. 结束后第一时间既探访朋友 9. 扫墓结束后也有禁忌,因为墓区教音有晦气,习俗上要不乱鞋子 9. 避免到别人家做客,以免把晦气带给别人。 并且外人去参与别人家的扫墓也叫忌讳,容易招致不必要的麻烦 9. 先在外面吃完饭才回家,回家后要更衣沐浴 9. 民间信仰认为,扫墓结束后不要直接回家,最好在外面吃个饭才回去 9. 或是进家门前先到附近人多处洗净水,将双手清洗前净 9. 回家后也要立刻换衣,并且倒入米酒,粗盐清洗,俗称洗净水,且不要让扫墓穿的衣服放过夜,扰乱家中好气场 9. 这些族群别去扫墓 9. 孕妇 9. 因孕妇度中有新生命,胎儿气场较弱,习俗上认为孕妻扫墓对胎儿不好,甚至可能流产,若不得已的前往扫墓,则会以红布包住肚子饱 9. 偏开习俗不说,墓地多在偏僻地方,或地形陡峻,来回也免不了舟车劳顿,为避免孕妇跌倒,吓到,动到胎起,孕妻还是避免扫墓为佳 3. 三岁以下孩童 5. 婴儿怕回家后哭闹,高烧,夜哭,灵雪上婴儿原神尚若怕受影响惊吓,也有说法认为孩童具有敬眼 容易看到另一个世界的灵体,若对方有恶意,可能会对孩童有害,导致孩童高烧不退,生病等 以现代观点而言,是因孩童需要大人照顾,且扫墓的地方容易遭到蚊虫咬伤,同时清明节气反复无常,也是小朋友容易中暑或感冒的季节,能免则免 另外,小朋友可能行为,言语,动作不懂收敛,怕无意见得罪好兄弟,因此很多家长也会避免让小孩子参加扫墓 重病,收束复原期 生病的人免疫力低,气场虚弱,民俗角度认为可能招来恶灵侵入,建议不要去阴气较重之处 姑且不论民间对于重病和术后元气大伤,时韵低落的说法,其实对大病出狱,当结束手术的人而言,首要照顾免疫力低下,元神戏虚的身体,还是建议避免前往扫墓 别当中邪,清明扫墓后高烧不退小心酿虫并上身 祭祭是我们文化传扫非常重要的一环,民俗说法口耳相传,信不信就见人见智,但要特别提醒,如果扫墓后高烧不断,可别也未直指是中邪,很可能是得了酿虫病 常听到生病,身体状况欠佳,或使孕妇,尽量不要参与扫墓,回到家以后也要马上洗澡,换衣服 民俗角度说是阴系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避免感染疾病,因为扫墓长时间暴晒于户外环境,加上周边可能野草丛生,环境确实不利抵抗利益差的族群,更可能增加感染样虫病的风险 清明扫墓长时间暴晒,小心死亡率可达60% 持续高烧,头痛,倒汗 脸上周边去的脸上脸不断 结膜充血。 前夫妻约6-21天。 初期向感冒一延误就医,至此率可飙至60%。